还要来看到这是个感人的故事 但是也真的让人不舍 这是一条小黑狗 它遭到了主人遗弃 不但染上了皮肤病 还瘦成了皮包骨 但是每天每天 它都会到路口去等待主人 那么有一位热心的民众 看到了于心不忍 它把这小黑狗带回家照顾 现在小狗变胖了 也变健康了 而整个养狗的过程 PO上网 竟然还感动到了美国人 就有纽约的民众 打算要跨海任养 也让当初捡流浪狗来养的主人 非常的舍不得 我希望说它以后 可以不要再一次这样被人一起 搂着心爱的小黑妹 狗主人陈婉妮一想到 月底就要送到美国新主人家 舍不得掉下眼泪 希望它永远这辈子 都可以这么温暖 狗主人这么难过 不是没有原因 一年多前 它在基隆八堵隧道口 遇到小黑妹 当时狗儿全身皮肤病 瘦成皮包骨只有8公斤 每天傍晚5点就在隧道口出现 于心不忍把他带回家照顾 他那时候就是在大马路边的隧道口 然后再徘徊 这个全身都很 就整个都很瘦 然后就毛都掉光了 车子来来回回的 他就是在那边很不安那样子 经过一年照顾 花了5万元医药费 小黑妹胖到15公斤 也变得健康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把养狗过程 PO上网 感动美国纽约民众 决定跨海任养 现在养了一年的小黑妹就要离开 捡来任养的狗主人很不舍 不过还是希望狗儿到新家后 有个更不错的环境成长 不要再被人遗弃 变成流浪狗 东西武林凯全消光志 台中报道 再来带您看到爱心不分国界 那么这只遭人气养的小黑狗 全身都是皮肤病 瘦成了皮包骨 每天傍晚她都会出现在基隆 一处路口不断的哀嚎 那么爱狗的这位小姐 赶紧把小黑狗 这个送医治疗 还把她的悲惨故事 PO上了网路 如今有了好消息 美国有爱狗人士 要跨海领养她 这只小黑狗叫做公主 非常爱撒娇 趴在陈小姐的身上 不时伸出舌头 舔了又舔 模样好可爱 那一年前 她却惨遭主人弃养 陈小姐回想当时好心疼 她是有项圈的 但是她是被人家丢在路边的这样子 因为她流浪的时候 她看得出来 她都在找去她的希望 公主很有灵性舔个不停 而陈小姐的眼泪不断流下来 脸上的妆都快枯花了 她说一年前 公主为了等待主人 每天待坐在同个路口 最后受成皮包骨 连毛都掉光了 于是把这段 等待主人的悲惨故事 PO在网路上 才盼到有美国夫妇 愿意跨海任养 因为纽约很冷嘛 我们帮她穿衣服的含义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 然后永远都可以帮她穿衣服 在很冷的时候 陈小姐帮公主 穿上保暖的衣服 带着她散散步 更开心她不用再当流浪狗了 能到美国展开新的生活 接着再见 神明台中报道